大家好,我們今天要看一台很適合年輕女生開的車 KIA Piquento GT-Line 但我來講沒什麼說服力 所以我們請到一個年輕漂亮的妹子喔 不是她說我嗎 讓我們歡迎阿喜喔 你好,我是妹子 阿喜,天啊,是不是太害羞了 喬捐老師好 但我聽說你有想換車,對不對 最近有這個想法 對,最近我大概已經想了七七四十九天 那你看了幾台車勒 七七四十九的 蠻多的,就是一年台灣人大概上市差不多不到100台 不過我個人非常深思熟慮 所以那你對車的要求有什麼 我對車其實沒有太多要求 它就只要能帶步,然後有品味 看起來顏值好 然後又不要太貴 適合女生,不用太大 那我們今天這台車 但是空間還是要有啊 我們今天看的是KIA Piquento GT-Line 你看它這邊有一個 他們現在招牌的叫做虎鼻式的水箱護照 Tiger Note 對,我們退遠一點來看 真的耶,好可愛 像是一個老虎的臉 剛好今年有幾年嘛 這跟我們家貓咪的鼻子長得一樣啊 這裡,你看 而且它這裡用紅色的線條點綴 去讓它整個跑車感更容易一點 讓它拉長它的線條 然後你剛才講到它的頭燈看起來很黃嘛 很漂亮耶 那它不只造型好看 裡面我們看到四點的高亮度的LED燈 它其實是為了啊 我們在日間行車的時候 可以讓對向來車更好的辨識度 就像我剛剛站那裡說 是在叫我了嗎 沒錯,就是妹子亮眼一下就看得到 很容易被Cue到 那不只這樣喔 往下面走,你看它錢包桿的線條 這一塊也是那種 這個進風的那種 而且很多車子在這邊啊 其實不會有動 你往這邊來看一下 穿得過去 真的有耶 我們剛才一直講虎鼻 可是你仔細看裡面這邊 你手摸下去 它是有紋路的 這是立體的耶 我剛剛原本以為像是一個雷射貼紙而已 你以為它只是貼紙 對對對 它其實是立體做出來的這種凹凸的浮雕 這種的設計可能要在百萬等級才會做出來 這台車我跟你講它不用70萬 就已經做出這種設計細節了 而且它不是給你一小段而已 它是從車燈連到 燈裡面都是對不對 它很狂耶 這台車不只車頭這麼多細節 車尾也是喔 愛してる 請問有什麼事嗎 先生 不然這樣 剛才走過來的路上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在側面也是蠻多細節的 蛤 我剛剛眼裡都是你沒發現 你幫我介紹一下 其實你看這個輪圈 一般來說 我們習慣都是單色的 音色 它做的雙色烤漆有沒有 真的耶 是不是 我剛剛沒發現耶 而且它的褲條是蠻多的 然後在你現在你的翹臀的位置 它的側裙 它的側裙呢 也做了一個這種空力大包 還有紅色的這個線條點綴 跟呼應那個 前面的呼臂 所以讓它整台車的那個跑格呢 從側面一直往我們這邊後面來延伸 而且你現在手摸的這個後照鏡啊 它其實這裡還有一條 方向燈設計在這個位置 我右邊的人就知道我要瓦過來了 再來它的細節不是只有車頭跟車色 這個尾燈啊 剛才前面講到頭燈很炫 對啊 它這個也不馬虎 你看裡面這裡 這個M字造型的線條 M字 他喜歡 External 這個可能要把 沒有給我們這個 不要講大 很漂亮 這個Batman的耳朵 對 三層的 所以看起來啊 很有科技感 你看跑車分流器 雷雙出尾館 雷雙出尾館 你自己取的名字嗎 這個我們大部分都這樣講 就是雷什麼什麼的 像我也是雷帥哥這樣子 車長不到4米喔 對不起不小心 一個停車格可以停快兩台的車子呢 有非常多的跑格感 你要不要的顏值夠不夠 很可愛耶 你不要看這台車大概才3米5多 大概是停車場裡面最小的一台 來我開一下我看一下 好我不要說話 我打開喔 開 其實行李箱該有的都有 其實也大概超過250公升 行李箱檢測可以放兩個 這手提行李吧 Hand carry那種 兩個20吋的疊起來是放的進去 登機箱 沒錯 然後這個打開 下面先是 如果要收東西的話 下面放個盒子 你就可以放在裡面 有一些去玩水 換下來的衣服 丟在裡面 就不用怕人家看到 好的 然後這個板子 還可以往下走 它就變得深度更深的 大平台 你想要出國 最近開始解封了有沒有 要出國 放進去也沒有問題啦 要出國流浪一個月 沒關係 那我如果要流浪差不多5年了 如果你要流浪5年的話 幫我置頂空間一下好不好 沒關係我把你安好動 捲動 你不要再罵這樣喔 安好動 我也有會喔 你有沒有看到 它就有一個更大的行李箱空間出來 你說這邊如果凹起來怎麼辦 把它拿回來 它可以不一定要再一直下來 你把它放下去嗎 把它放下去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你要把我塞進去嗎 不是不是 我想要進去看看 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就是如果在車子裡面玩 其實是可以的耶 真的耶 那我們也可以把你載走了 啊 卡拉雞房啊 而且你往前面看有沒有發現 有帥哥 不是啦 你看上面 天窗 真的耶 有天窗耶 有沒有 這樣晚上啊 你在車子裡面還可以看星星喔 我現在看藍天白雲跟樹葉也是蠻美的 也是不錯 但其實這種小車 你在前面坐的天窗也是 可以減少你頭部的壓迫感 你會覺得車子裡面好像更寬敞更大一些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長什麼樣子 前座我來了 對啊 你上車的時候有沒有看到它這兩張椅子 旁邊也只有紅色的線條 然後有紅色的縫線 方向盤還有透氣皮跟紅色縫線 都是紅色縫線 跟車外那個紅色的跑車線 真的是一個跑車感耶 兩部都搭起來 而且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看起來很像一種動物紋 然後會變色 變色龍 變色龍 但除此之外啊 你看到它的金屬踏板 它裡面踏板都有設計 沒錯 然後我的正面啊 這裡有一個全彩的旅程顯示幕 然後我們剛才講到頭燈很炫 它這裡還有 自動頭燈 你在進出隧道的時候 它會直接幫你開頭燈 或是出了隧道就把你關起來 晚上也會自己打開 這個對女生來說真的蠻需要 撥到這邊 管它社會多黑暗 都可以給你光明道理 謝謝啦 好需要呢 然後我們往中間走 這裡有一塊這個 8吋的觸控螢幕 這個真的很大耶 有沒有 我自己有加裝 但是也是很小 對 那要自己加裝 那原廠就配給你了 而且它這個不只是 有這塊觸控螢幕 裡面還有無線的car plane 來喔 連了喔 對啊 現在是連我的 我怕你的隱私會 你本人叫陳奕宏 沒錯 就是我本人啦 阿虹 欸 怎麼樣 阿虹幾聲 阿虹啊 你叫阿虹嘛 阿虹 不是 而且它這個冷氣分布的 對 實在是非常的舒服 它中間有 旁邊也有 然後它冷氣是恆溫的空調喔 它會自動調節 你給它按下Auto 風量 溫度都會幫你控制好 前面的空間其實滿大的耶 像我剛才講到天窗嘛 頭部的壓迫感少了很多 然後如果你想要梳個頭髮 這個鏡面 相當大 很大耶 因為之前我的就這麼小 喔 就是那個你要補裝什麼 就會比較不方便 喔 我剛好有帶一把梳子 真的 在這邊 武裝 上車完美 下車也要完美 梳頭髮完美 一次OK 破壞完成 好 一次搞定 上車完美 下車也是完美 破壞啦 對啊 不然我們現在來試試看這台車開起來 到底怎麼樣 這怎麼好意思啦 那我們就走吧 好 出發囉 我們今天試的這一台呢 它是搭載一個1.2升的自然經濟引擎 很小一顆它的引擎大概只有這麼大而已 然後它最主要優勢是因為它的排氣量比較小 碎精省 油耗也省 所以對於小織女來說 便宜好用 是一對 蠻好用的一個選擇 那它馬力大概只有80幾匹 那扭力有12公斤 這些聽起來很複雜 不重要 我爬坡爬得了嗎 好開爬坡爬得了就好了 那它最省油的關鍵 除了說它的排氣量比較小之外 這個變速箱也是蠻有趣的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邊 是不是沒有P檔 對啊它就是RND耶 它是一個自動手排變速箱 簡單來說就是不用踩離合器 然後有自動換檔模式的手排變速箱 那這樣有什麼優勢 它的優勢就是這顆變速箱 跟引擎一樣很小一顆很輕 然後它的傳輸的效率 不會因為在換檔的過程中耗損太多 相對來說很省油 平均油耗1公升的油 可以跑18公里 這麼久 除了說剛才講到省油之外 它也很輕巧很好開 它的方向盤的動力輔助 相對來說比較輕手 等一下我們換手的時候 你可以試試看 它的不只好握 你看這邊有做兩個凹槽 你手放在這邊 就是有符合人體工學 就是一個正確的駕駛姿勢 3點鐘跟9點鐘的位置 正確的 放寒兜路的時候就比較好放 然後它也比較輕手 在市區裡面開的時候 會比較輕鬆 對啊 然後它也有蠻多的安全配備 你看這一塊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個方向盤的標誌 是 它可以去偵測車道的標線 在你不小心分心離開車道的時候 它會給你一些警示 是只有直線上可以這樣子使用嗎 在輕稍微有一點彎道 它都可以去辨識得到 不過車道偏移的 我們剛才講的警示 就是它讓你在高速公路上用 所以速度要比較高一點才會出來 但它有另外一個秘密武器 是如果我們按下去 它還有一個主動全速域的車道維持輔助系統 你有看到一個翻雙盤的那個綠點點出來嗎 有 它就是不管你在什麼速度下 都可以幫你保持在車道的正中間 那如果說 真的耶 對啊 這個我們等一下出去外面試一下 這個功能 它會幫你自動轉方盤轉按摩 好 我不敢啦 沒有開過這種 不會啦 你放心 我們等一下就讓你試試看 謝謝 來 Thank you 你卸好安全帶了嗎 我卸好了 找好握把了嗎 好習慣 它有 對 那我們要出發囉 對 嘿 是不是不太習慣它沒有批 對啊 因為我剛剛想說 我要 要往前面再拉下來 對對對 它就N跟D這樣子 走錯邊了 對沒關係 D檔打下來 出發囉 OK GO 你手煞車沒有 不走耶 對來 可以了 好可怕 好 出發 它有七顆安全氣囊 你的正面兩顆 膝蓋一顆 正面一顆 我的正面又一顆 如此的保護 沒錯 然後我們的肚子邊也都有 還有頭部也都有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開太差 會有人保護我 但除了說這個之外 那路人會得到保護嗎 路人也有哦 因為我們這台車有FCA的這個 前方碰撞預警的警視器 我們剛才講到前面有雷達 所以它會偵測前面的車 如果你跟前車太近 它會先警告你 如果你還不理它 它就會幫你煞車 而且啊 我剛才看你在迴轉嘛 你有沒有覺得它的轉起來 會比你現在開的車要輕鬆一點 真的 它感覺轉得非常的順暢 因為現在的車呢 用的是這種電子式的動力輔助方向盤 所以它的輔助力道可以幫你做得更多 我們剛才講到它的那個車道維持輔助 你看前面方向盤變綠色的有沒有 我不敢放 你稍微輕輕的含著 有沒有看到它照著這個彎道在走 真的真的 對 是不是還有在幫你做轉彎的一個動作 其實這個好處是什麼 我們在開長途的時候 會讓你覺得比較輕鬆一點 不是刺激啦 我剛剛抱的時候想說 剛開始用的人都會覺得有點嚇嚇的 因為你沒有用過嘛 可是實際上你在操作的時候 尤其是我們在開長程的時候 就不用花很多時間在修正方向盤 因為路不是直的嘛 是 所以你就可以再輕鬆一點點 因為這些輔助系統的好處就是 我們開車開長途的時候 減少你的疲憊感 停車你OK嗎 就停的普通差而已 應該還好 那我們等一下回去停車格 測試一下你停車好了 好我們來嘗試一下停車的部分 對 自己平常在家裡開自己的車怎麼停 我平常也是倒車入庫 那你頭會伸出去嗎 會 不用你看這裡就好了 它現在這個線是對的蠻精準的是不是 對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我發現你習慣蠻好的是看後照鏡 但你可以稍微視線看一下中間嗎 我試試 真的可以耶 屁股再往那裡去一點 對 然後現在就會來 哦哦哦哦哦哦 有沒有 因為我對這個真的 相對來說 你沒有體驗過這麼多新的汽車科技 是因為我的是非常陽春的款式 了解 但有這個是不是輕鬆一點 我現在還在感覺它 所以這個是這樣子來的哦 然後它有告訴你後面的距離 到紅色就是快撞到了要小心一點 哦 越來越擠 越來越擠 有沒有 黃色的 哦哦哦哦 紅色出現了 就是快碰到了 好那我們就可以 停車了 停車 完成 是不是 停的很好哦 我們今天駕訓班 蠻成功的 謝謝老師 因為它的那個 後視鏡鞋影的部分 倒車鞋影 做得很完善啦 不過今天重點不是駕訓班啦 這台車 你要給我駕照 你早就給我駕照 已經有一張了 已經有一張了 錢單啦 今天要來推坑阿喜這台車 我真的覺得相當的心動耶 是不是 你看我們講到的 這台車是很適合水妹啊 漂亮妹子的一台車 漂亮漂亮 小車哦 可是很多設計細節 走近一看 你會發現跟你想的小車 不一樣 超乎想像 極盡完美 沒錯 那內裝配備呢 也是很完整哦 無限卡比類 完全就是高級中的高級 還有大尺寸的觸控螢幕 在裡面連自拍都有跑車感 就是非常適合IG 還有大的化妝鏡 可以讓你補妝梳頭髮 是的沒有問題 這個人的臉都裝得下哦 開上路 輕鬆 舒服 很舒暢 還有豐富的安全配備 還有天窗 沒錯 而且啊 更重要的是 對於小資族來說 小引擎 低稅金 油耗漂亮 好養車 輕鬆無負擔啦 沒錯 對於水妹亞來說 是不是很適合這台車 來 線上有沒有人要下訂單了 來報阿喜的名字 沒有打折 哈哈哈 但是大家可以認真回去看一下今天的影片 我覺得我們也是介紹的非常的精緻豐富啦 對 如果你是有一台 預算有成本考量 想要買一台入門小車的話 可以認真的考慮今天我們介紹的 Kia Picanto GT-Line哦 黃青市車主告訴你 買了啦 買了啦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地球王金線 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室報導 年底 Toyota的選舉 調校出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太躁進的這種個性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台下油門 地球王金線邀您一起上線